很多人都希望有预知能力 这样就可以避开一些麻烦 甚至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有位僧人知道自己将死的命运 却没有避开 道成了一件歧视 不救自己的齐僧 梁朝时有个磕头师 念经极其精心勤奋 梁武帝非常敬佩信任他 后来就下赵书派使臣 叫磕头师觐见 当时武帝正和别人下棋 想要杀上一段 于是就信口说道 杀却 使臣马上就把磕头师推出去杀了 武帝玩完棋就说 叫磕头师进来 使臣回答说 刚才陛下叫人 把他推出去杀了 我已经把他杀死了 武帝叹息的说 磕头师临死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使臣说 他说 平道没有罪 以前刚做和尚的时候 用铁锹铲地 错误的断送了 一条蚯蚓的小命 武帝当时是那个蚯蚓 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啊 武帝听后流泪悔恨 但是也已经来不及了 欠债必还是天理 很多知晓天机的人 也同时明白 欠债必还的天理 他们即使知道了人的命运 也不会去随意改变 也不会随意泄露天机给别人的 据说当年的刘伯温 早就知道自己和子孙的命运 会遭到朱元璋的迫害 可是他也知道这是天意 是自己以前做不好事的一种报应 因此并没有避开灾难 真正知晓天意的人 是不会随意改变事实的 因为那是上天的安排 改变了那就是逆天而行 会遭到更大的报应的 当年的唐太宗 也是知道了将来武则天要篡位 也知道将来还会将江山还给李氏 所以并没有对武则天赶尽杀绝 也正如上天安排的 后来武则天就将皇位给了他的儿子 也就是李氏一族 每一个人在顺天意的前提下 尽量做好 才是神泄露天机给人的目的 而不是让人去随意地改变天意 那样会给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的 有些人追求天目 预知和治病的能力 却不知道 只有放弃了人的贪心和私心 才是得到这些的前提 一味地追求天目 预知和治病的能力 只能是适得其反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支持